在目前美国总统大选的 这种状况之下 再加上美国行政部门 对赖清德总统 可能还是有一些些疑虑的状况之下 如果赖清德总统不去 他可能没有办法跟纽约过境 那跟蔡英文前总统一对照下来 就显得逊色 就输了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 林家龙部长跟赖清德总统 一定很想出访 利用出访的时候去过境 但是现在变成蔡英文总统的行程 蔡英文前总统行程安排 变成他们一个最大的变数 因为我觉得从赖清德总统就职之后 到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一点是 原本大家在他就职之前 大家认为他是对蔡龟来说 对 但是他现在感觉上 他一直想要做什么动作 表示他才是老板 感觉他好像还是把蔡英文 当成他竞争的对手 坦白讲我一直觉得这个意味 感觉他一直都存在 如果台海在出现一个 非常紧张的状况 其实对民主党政府的局 觉得是不利的 所以在现阶段 民进党政府 美国的民主党政府 绝对不希望在台海的紧张形势 来续续升高 所以一定有像赖清德政府表示 是说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来缓和这个两岸之间 那个紧张对立的一个气氛 它未必是针对214 但是我觉得美国一定有传达 这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我觉得当选总统之后 基本上都会想要去 借由这个出访友邦的 这样一个安排 达到过境美国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我觉得历任总统 基本上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安排 像蔡英文总统 他其实在2016年的6月份 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出发 他就出发520就职之后 6月份就出发 他叫做音祥专案 去巴拿马跟巴拉圭 然后过境美国迈阿密跟洛杉矶 7月2号返台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个状况就是 可能会让赖清德总统这边 感觉到心急或者是犹豫的一个因素 就是现在一直有传说 蔡英文前总统 也可能要去美国 那对赖清德总统来讲 如果真的蔡英文前总统要去美国的话 那那个时间最好拉得比较远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前总统现在已经卸任了 所以他可以进华府 他说不定会有美国国会议员 邀他到国会的一个会议室 他不是那个大厅 或者是有可能在 非正式的场合跟一些美国官员碰面 但是因为赖清德总统是现任总统 再加上美国现在又在忙总统大选 所以他的过境安排可能不会太理想 说不定连纽约都去不了 因为像2016年蔡英文总统的影响专案 他过境的就是迈阿密跟洛杉矶 那连纽约都到不了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对于美国的行政部门来讲 他当然希望减少变数 所以他在给你的过境安排上 可能就不会如同林嘉隆部长 或者是赖清德总统的想法 因为对方讲华府去不了 最后去纽约 我在纽约我可以多停留比较长的时间 我可以有些非正式的对外发言 可是在目前美国总统大选的 这种状况之下 再加上美国行政部门 对赖清德总统 可能还是有一些些疑虑的状况之下 如果赖清德总统去 他可能没有办法在纽约过境 那跟蔡英文前一种一对照下来 就显得逊色很多 就输了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 林嘉隆部长跟赖清德总统 一定很想出访 利用出访的时候去过境 但是现在变成蔡英文总统的行程 蔡英文前总统的行程安排 变成他们一个最大的变数 因为我觉得从赖清德总统就职之后 到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一点是 原本大家在他就职之前 大家认为他是会菜归赖水 但是他现在感觉上他一直想要做很多动作 表示他才是老板 感觉他好像还是把蔡英文当成他竞争的对手 我坦白讲我一直觉得这个意味 感觉上一直都存在 就是他也许真正在执行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他还是要相当程度的菜归赖水 但是他在对外的表述 对外的姿态上面 总是给人家感觉 好像他并不太想要菜归赖水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部分 一定会造成他现在在衡量 要不要现在出访的一个主要考量 就是如果真的跟蔡英文前总统靠得太近 那到时候蔡英文前总统可以到华府 可以到美国国会 所有的风光 所有的聚光灯都在蔡总统身上 那比他前跟他差不多时间到美国的 赖金德总统 基本上不太可能在这个曝光度上 或者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上 超过蔡前总统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外交部 对于总统府来讲 现在应该是个很伤脑筋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赖金德他也不希望就说 如果是蔡英文前总统 比他早到美国去的话 对他来讲似乎也是不太好 所以这个时间点上他也是很难拿来 我觉得时间不能 不管是早或晚 时间如果间隔得很近 就一定会被拿来比较 那一比较下去的话 显然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 他光是不能进华府 他的那个受在华府引起的重要性 就一定会降低 所以金正老师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赖金德希望美方能够快速的放行 所以他在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些事物上面 他也开始在释出一些善意的讯息 所以我们看到说0214这个事件 似乎怎么突然在这个礼拜之间开展开来 是不是其中也会有一点点的关联在里头 我觉得最起码赖金德总统现在 或者是民进党政府现在有感觉到 台湾现在有相当多的民众 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比较缓和一点 那来自华府的影响地 但华府也许不是针对这个个案 但是华府在赖金德总统就职演说之后 我觉得华府现在对于这个赖金德总统 还有现在民进党政府的这种疑虑增加 所以之前才会有葛来仪 葛来仪其实跟美国行政部门 甚至跟我们的行政部门关系都很好 他在7月份那个跟人家在那个 Foreign Affairs还发表 上面就强调是说 他认为台湾方面应该要跟北京方面 要能够沟通 最好能有非正式的一些管道 并且还特别去提说 美国官员应该私下跟北京承认 是说赖金德总统就职演说 偏离了前几任总统的一些主张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 美国行政部门在放讯号 就表示是说 他们现在对赖金德政府的 现在一些做法感到疑虑 他们希望赖金德政府能够采取一些行动 协助美国管控风险 因为现在对民主党政府来讲 正在进行选举当中 选情又不太好 那首边已经有两场战争在打 这两场战争一直被川普修理得很惨 这时候台海在出现一个非常紧张的状况 其实对民主党政府的选举 觉得是不利的 所以在现阶段 美国的民主党政府 绝对不希望在台海的紧张形势 在迅速升高 所以一定有向赖金德政府表示是说 你必须采取一些行动 来缓和这个两岸之间那个紧张对立的一个气氛 它未必是针对214 但是我觉得美国一定有传达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确实 这个拜登退选之后 推贺锦丽出来 让原本大家会以为 这个美国总统提早进入这个垃圾 美国总统选举提早进入垃圾时间的状况改观 那贺锦丽出来之后 虽然是有 消息刚宣布这个蜜月效应 但是确实就是贺锦丽的民调 是比拜登增加 包括在摇摆州 所以现在让这个选举的结果 变得没有那么的确定 但是现在对于贺锦丽来讲 他的挑战还是很大 最主要还是在 刚刚提到的七个摇摆州的部分 因为在这七个摇摆州里面 其实七个摇摆州的民众 他们其实关心的是经济跟移民的问题 但是拜登政府在这个经济上面的措施 其实并没有让这些摇摆州 感觉到受惠 甚至于这些摇摆州认为 拜登在经济上面做得不够 因为像在华尔街日报 在三月份他曾经有个民调 这个民调的结果 七个摇摆州里面 这个川普是在六个 领先二到八个百分点 但是我觉得在这份民调里面 我最值得参考的是 这七个摇摆州基本上对拜登政府的负面评价 都超过正面 而且都在十六个百分点 其中有四个州更达到二十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贺锦丽上来 虽然她的因为她的一些少数族裔 女性的这样一个色彩 再加上她某种程度 现在可以凝聚就是美国国内 对于川普非常担心的民众的 这样的一个注意力 使得她的民调 现在感觉上跟 好像跟川普 势均力敌 甚至有些民调还微幅超过 虽然都还在误差范围内 但是我们知道关键 可能还是要回到这七个摇摆州 那对贺锦丽来讲 比较不利的就是 她必定是拜登政府的副总统 那刚刚前面民调所显示的 这七个摇摆州 对于拜登政府经济表现的不满 到最后还是必须会 贺锦丽还是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因为包括川普在接下来的竞选主轴 针对这七个摇摆州 一定也是拿这个东西来强攻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贺锦丽没有办法 在摇摆州的支持率 再拉高至少五个百分点的话 这个选情可能还是后面 可能还是对她不利 但这也是目前传出来说 贺锦丽的副手 三个副手的人选 其实都跟摇摆州 有关联的一个原因 就她可能也在想办法 要强化这一点 但是我觉得 第一个副手的人选之外 接下来在辩论中的表现 因为现在大家对贺锦丽 认为她口才很好 年轻 那再加上她感觉上 比较具有战斗力 所以大家现在会期待 她可不可以在下一次 总统电视辩论里面 能够扳回一层 甚至于压倒川普 那这也变成 接下来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观察点 我觉得大方向 她应该还是会 沿袭拜登总统的路线 只是执行力上面 可能会有些些问题 最主要是因为 坦白讲贺锦丽副总统 她的国会经验比较少 她只有2016到2020年 那不像拜登 她长期在外交委员会 当资深委员 甚至当主席 而且就是在所谓的 国安议题上 坦白讲 在过去贺锦丽 当任副总统的任内 她其实参与的不多 在很多国安议题上 包括两岸议题上 比较缺乏存在感 而且坦白讲 她在白宫里面 人和好像也有些些问题 那这边就曾经有个例子 就是在过去三年半里面 贺锦丽副总统办公室 47个员工 大概只剩下五个人 流动率非常的高 那相较于拜登 在当副总统的时候 38位幕僚里面 有一半流到最后 就是说贺锦丽在 担任领导人方面 可能还是有一些些的问题 但是在如果她当选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问题还不会很严重 就是因为她自己身边 没有太多的人 所以她可能必须要沿用 这个拜登政府的 这个国安团队 但是最主要是 这时候就要考验 她后续的一个领导风格 还有她的一个稳定性 因为我觉得就是 贺锦丽副总统 其实她在以前 曾经有过一个事情 她就是她去 瓜地马拉的时候 在移民政策上 她等于讲了 跟拜登政府团队 是不一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引起这个 拜登的国安圈 其实对她有 蛮强烈的一个质疑 所以她跟拜登政府的团队 特别在国安这一部分 两岸这个部分 其实在以前相处 并不并不算好 有些摩擦 那当她上任之后 她一开始还是要倚中这些人 但是我觉得她其实也是个蛮有个性的 她其实做事也有点强势 所以当她总统 当真正当她总统开始行使职权的时候 她说不定就会跟她底下的团队会产生一些摩擦 导致谋合不足 那这就会影响到政策的一个执行力 但是我觉得大方针 就如果她当选的话 最起码在第一任 大方针应该还是会延续 延续拜登政府的政策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的主要的猛邦 北约各国 基本上都蛮希望 贺锦丽当选的一个原因 就是政策是有延续的 可预测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谢谢 我们下期待